所以我們就希望索爾市長寫幾個字 大家作為有名的紀念 所以他就立刻用莫王大的簽字筆線 投降 我們在一起吧 投降 蔡豐明先生匯存 索爾市長 孔元存 2017 孔元 31 我們台北柯市長 2005 曾經去訪問 索爾市長 索爾市長 正在平靜 所以柯市長也覺得說他應該跟他學習 那很多媒體都有說 索爾市長 未來的韓國總統 太棒了 那講到索爾市長 其實在泰國國王 85歲生日的時候 台灣也有一件作品 作為台灣的獸品 那那一件作品剛才也是他的作品 太優秀了 這個作品要進到皇宮 要進到泰國國王他親自 要審和喜歡他 這個是要 除了這個畫作的意義 是 而且畫家的人品 然後他的那個那個資格 有不到那個水準之上 那個都是必須要 這個是經過敗禮上 他們審和 各項流程 所以最後才進到皇宮 是 那所以我們真的是 因為我們蔡豐明大使感到非常榮幸 尤其不只是在世界各地 在中國的地方 當代藝術家 對您的作品發行八萬張郵票 以畫船儀千蹤為懷 再在成為國事間 搬過搬的慈善藝術家 人文藝術家 讓人 與蔡豐明大師在藝術新聞中 常聞其名 了解他的彩末抽象畫 獨具一致 心隱特立 亦是當代畫壇 屈指可數的彩末抽象畫家 其作品反射出的藝術魅力 深深吸引著大家 詩中有畫 畫中有詩 一直是畫家 蔡豐明大師追求的畫技 並非親而一舉就能獲得 這必須畫家心靈與自然 能混來一體 才能觀照其審美對象 感受出大自然的親和力 在作品中 我們體驗出赤子吸的精神 達到詩畫的境界 有成就的畫家 都是有獨特意志的人 有獨特思考的人 蔡豐明大師 他的採末抽象畫的獨特性 首先體現出在畫面上的作品上 將現實體生活 創造性的展現出 藝術境界與表現手法 思維想像同現實空間的和諧統一 其作品個性鮮明 張法考究規章 刻畫細緻真切 意韻深遠俊秀 氣勢輝紅 神采飛揚 用筆泥重蒼盡 水墨魂厚靈力 色彩靈力典雅 清爽宜人雅俗共賞 其作品具有潑墨 潑彩抽象的大器和 魂藍天成之士 使作品充滿神奇幻化的藝術魅力 使觀賞者在現實與夢幻間省油 給人以莫大的想像空間 他將自然的情愫 對社會現在的感悟 融入繪畫中 使易服服的作品有了 耐能徐味的畫面意境 蔡豐明大師借山水來歌頌生命 讚揚了偉大萬里江山的壯麗和輝煌 充分展現出他對人間的熱愛之情 近年來作品果風 以創新入筆 以大趣奪人 在藝術界引起廣泛的關注 作品曾多次參加各類國際 國內美術展覽 人獲世界級最高的獎金榮耀 並在各類刊物上發表 凝重厚重的畫風 深受美術界和海內外收藏家所關注 為世界人士典禪 我們預計在2018年1月5號 採預約至兩點開幕哦 平常的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 九點半到下午五點 歡迎大家共襄盛舉 我們忠心祝福蔡楓明先生 在弘揚中華文化的道路上 一馬平穿 為我國的藝術奇葩 在世界的藝術殿堂中 大放益彩和努力奮鬥